靠近轨道的螺母稍微旋转一些 另外一侧也稍做调整 让轨道刚好卡进门框内 注意半圆堵头平面朝上 用搬手将靠近轨道的螺母拧起 另外一侧对称调节 这样轨道受力均匀 最后将装饰盖滑到两侧 连打孔轨道安装完成 现在我们取出一条猪帘 拿着有鱼骨卡扣的这一头 这是卡扣的第一个卡槽 将卡扣平行放入装饰盖下 当看到第一个卡槽 与装饰盖边缘对齐后旋转90度 这样一条猪帘安装完成 如果您购买的是长帘 请长短交替悬挂 长短 将所有的猪帘悬挂在轨道上 然后调整一下每条猪帘的间距 最后我们来安装吊坠 拿出方卡 在吊坠上用力向下按压 这样吊坠就安装好了 用同样的方法将所有的吊坠 安装到猪帘上 这样一套猪帘就安装完成了 好 感谢观看